如果按照游戏配方去做菜 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吃吗 今天要做的是MC中的金苹果和兔肉宝 游戏中的配方需要八块金钉和一个苹果 八块金钉 你把我卖了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啊 金钉是没有了 但是可以用金箔代替 我们先在锅里加入水和白糖 待糖融化成糖浆后 让苹果进去洗个澡 接着再在金箔上滚一圈 将将金苹果 跟游戏里面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完全一致 就是游戏里的苹果比较光滑圆润 我们的这个苹果稍微有一些崎岖 这吃下去 骂斧效果不得翻倍啊 做完金苹果后 我又把目标锁定到了兔肉宝上 这些东西炖在一起 怎么都不会难吃吧 说干就干 首先我们需要一只兔子 别怕别怕 拿错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只熟兔子 然后胡萝卜 土豆 蘑菇 这合成树里也没有数小七块啊 所以说是要整个丢进去吗 这也做真的能煮熟吗 完美都煮烂了里面还是脆脆的 为了保持游戏配方 我又挑了几个小土豆和小胡萝卜 这下煮熟的概率就比较大咯 然后下一步是 没有下一步了 那调料怎么办 连盐都不放吗 哎 没有办法 本着不忘初心的原则 我还是把这一锅MC原本兔肉宝给煮出来了 真的有香味 超级香 出火了 出锅了 这里面就像一个汤碗一样 OK 玩家自制兔肉宝 成功出锅 小兔妮 你的本命年来啦 来尝尝 肉非常的嫩滑 不过我估计这是主要归宫鱼之前 卤的那下卤的太好了 它本来在煮之前 味道还是有点咸的 干吃 偷吃了几口 干吃的时候有点咸 现在它的盐分已经均匀地扩散到整个锅里面了 感觉会很香 好烫 这个蘑菇的味道非常的鲜 你别说还真挺好吃的 痛度这么快 要不咱们再吃一只 蘑菇蘑菇